大家好,今天我们讲HSK7-9的备考资源推荐 我们首先来了解HSK7-9集 它到底是考什么 新的HSK7-9将测试以下的内容 第一个是阅读 我们要认识3000个汉字和11092个词汇 阅读的速度要求200-240字一分钟 把握文章的意义 结构构成逻辑性 能够识别高级文章中的语法、语言和逻辑错误 这张表供同学参考 它的听力部分要求我们能听懂讲座或者新闻的音频片段 包括现在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不用看屏幕的中文 也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它的长度在800字左右 能够理解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内涵 在口语方面能够使用高级语法 正确的发音以及丰富的词汇和内容 来讨论和辩论主题 自然的语音一定要非常的自然流畅 对文化的差异和差距的议认识 要有一定的清晰的认识 我们的逻辑要清晰 语言要流畅 要善于敢于表达自己的立场 那它的写作考什么呢 要求考生认识3000个汉字和11092个词汇 在刚才已经提及到了 那在实用写作 说明文 议论文和专业写作 要有清晰的散文 强大的逻辑和语法 成语 俗语 修词手法 这些我们都应该要运用上 而且要表达非常的丰富 自然 在翻译方面 要求我们翻译中文的段落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而且要强调翻译内容的准确性 能够同时阅读口语 口译和翻译中文的文版 翻译不仅要语法正确 而且修词手法和文体 要非常的得体 已经对同学的各个方面的要求 已经有了提升 好 那谁应该参加新HSK3.0呢 HSK789非常的高级 肯定会证明您是普通话专家 和接近母语的普通话 如果您想尽可能的学习正门语言 我们欢迎您将HSK作为您能力和进步的标志 当然另外一方面您可能不需要HSK3.0 大多数中文授课的学士学位课程 要求至少达到HSK4或5分才能上课 大多数商务汉语课程需要HSK3的基础水平 HSK5也应该足以让您在中国开展业务 并与中国公司合作了 但是如果您想攻读中文授课 或者博士学位 在中国从事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工作 或者想提高自己的中文专业知识 以成为教师 翻译记者或者其他人 可能这个HSK3.0就更适合您 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也有一些音频需要去推荐的 比方说音频的资源 Audio Resources 在此级别 您应该能够以本地速度 或者更快的速度收听新闻报道 讲座系列在线视频博客 或抖音内容等中文的音频音源 理解难度不大 您应该能够听懂不同的中国口音 尽管你不会说流利的广东话或客家话 你应该熟悉 时事文化术语和专业词汇 在此级别 你应该能够通过音频的上下文 或者对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背景知识 快速理解不熟悉的术语的含义 在这里也推荐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的香港孩子的中文频道 YouTube的中文频道 此外故事FM的链接也在这里 此外还有每家新闻播报 喜马拉雅FM等等的频道 都值得我们去搜索去听 当然在这个翻译的资源里面 翻译是HSK7-9测试的一项新技能 如果您以前从未翻译过 那可能会很困难 毕竟好的翻译不仅仅是逐字翻译 甚至逐句翻译 出色的翻译将作者的语气情绪和风格 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 此外它里面还包含着很多的文化的一个差异的问题 在准备新HSK翻译部分时 您需要能够区分文学汉语 英语白话汉语 英语专业或者科学汉语 英语 并针对每种语境 使用适当的词汇和术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翻译资源里面有哪些可以供我们选择的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新闻网站练习翻译 比如说BBC或纽约时报 这些网站同时它们都会发布中英文的内容 我们可以将一种语言翻译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然后检查我们的工作是否翻译得体 首先关注内容和语法的准确性 然后才是风格和修辞手法的运用 在写作阅读资源的方面 对于阅读和写作 我们需要至少认识3000个汉字和至少11092个单词 这与HSK6相比 HSK6至少需要知道2663个字符和5000个单词 此外我们还需要达到每分钟 200至240个字符的阅读速度 否则可能无法完成测试的阅读部分 我们需要了解的HSK7至9词汇 共有5636个词汇 单词以及相应的语法 在稍后我们也会做专门的频道给大家参考学习 在这个资源里面 我们应该熟悉各种形式的中文写作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比如说文言文和文学中文 这是我们的class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不一定要精通唐诗 但要了解一字等于一字 文言文没有二字三字之分等基本规律 熟悉最中国著名 中国最著名诗人和文学作品 就只能帮助你一点点 好 在练习口语方面 强烈建议找一位一对一的中文老师 他可以帮助你达到母语和专业水平的中文演讲 事实上当你学习HSK7、8、9、10 与专业老师一起上课将有所 所有的方面对你大有比意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Thank you, come on